驻日特派员林翠宜东京23日报道,台湾马拉松好手张家哲与2010期台北市大运马拉松国手邓星拳、曹淳于等五位台湾精英选手,上周到日本奥林匹克委员会路上竞技,强化中心飞高山育跃训练中心进行长达17天的高原训练,为2020东京奥运做好准备,外号真男人的张家哲, 今年2月创下东京马拉松台湾最速成绩2.19分59秒,7月于黄金海岸马拉松再度跑出2.20分01秒的佳季,很有机会争取奥运参赛权。 曹淳于的最佳成绩 245距离上届奥运标准242也很接近 这次的集训由张家哲领军,除了邓钦泉、曹淳于,还有曹淳于的陪练员陈又和台北体大生理汉轩等人。 目前已经过7天的集训,台湾跑者们对于日本训练环境相当惊艳,除了基本的跑道,更有多种路面材质的越野路线科工训练选择。 张家哲表示,训练不再是只有吃苦当吃补,还要善用科学化训练于天然环境,为2020冬京奥运做好的准备。 日本从7月中旬起各地持续高温,幸好逾越训练中心位于高原,早上19至20度,下午28度。 张家哲表示,温度很凉爽,训练起来也很舒服,但因为于高原低压低痒,所以跑起来比较喘一点。 东京都今天最高温飙迫40度,各界担忧2020冬奥将成酷暑奥运,日前国际奥委会也同意东京变更比赛时间以防选手及观众中暑,马拉松比赛将提早在早晨7点开跑。 张家哲也担心高温的问题,他建议跑者穿住抗UV的运动衣帽服饰,利用凉杆喷剂从皮肤做体热交换,并且饮用10度以下的补给冷饮,让冷饮与核心温度做交换,以降低体温。 暗轱简的进度方法